Cecilia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名叫Justin 而大儿子名叫Cameron 不过Cameron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两个儿子同是一种名为 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症 当时Cameron留院期间 免疫系统方面的专家 也有问我们想不想查出 Cameron患病这个原因 究竟是遗传性 环境因素影响 还是因为怀孕时的细胞病变 后来得出来的结果 Cameron的病是遗传性的 每次怀孕有四分之一的机会 嬷子会有skid这个毛病 这种遗传性的免疫系统疾病 通常要通过骨髓移植 或者是肝细胞移植来到治疗 当年Cameron被诊断出患病的时候 虽然能够找到合适的血液配应 并且接受移植 可惜她的身体已经难以负荷 最终没有发展性病魔 在痛失而治之后 Cecilia对是否再怀孕 也曾经犹豫过 但最终 儿童医院的医生 令Cecilia再次燃起 对为人无亲的期望 当时医生也给了很多资料给我们 就是说如果一个婴儿 就是如果我再这么不幸 再怀孕的时候 那个婴儿也有这个问题 只要在他受感染之前 能够做一个持打血的治疗 那成功率是可以达到 80%或者以上 如果Cele became pregnant with Justin then we were able to do prenatal testing and actually figure out that did Justin have it did the baby have it or was the baby okay and so once we figured out that the baby was affected then we met with the family and we talked about the options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successful treatment to be able to treat the infant or the child before they get any of these serious infections 主寻医生Dr. Davis表示 患有SCID免疫缺陷的病痛 在出生的时候 以及日后成长中 都跟正常的幼儿没有什么分别 只能够通过产前检查 来到发现 So we basically just arranged the whole treatment from the time Justin was delivered right up to getting him in and having the stem cell transplant So we've done the genetic testing we knew that he had SCIDs we actually also were able to get a little bit of extra tissue to do the what we call the typing to see which will help us figure out who the donor was going to be 慶幸的是 Cameron的遗憾没有再重现 不断进步的治疗手法 带给Cecilia一家新的希望 现在我看到 Justin如此健康 活潑 可以像正常小朋友那样玩 或者上学 我当然很开心 因为就算当初知道 这个病 可以传遇的机会达80% 他每一次病 其实我自己都很担心 他会不会有其他病发症 又或者有其他医疗上的问题 但我现在很开心 他现在四岁半了 他是完全不用再吃任何药 亦都不用再吃任何抗排斥药 是一个绝对是很健康正常的小朋友 现在除了接受定期的语言训练 以及物理治疗之外 Justin已经同其他色灵儿童一样 享受正常的生活 他玩得很社交 在初期 因为他在家住在家 只要是妈妈 他在自己玩 但现在他完全社交 我还记得第一次 他刚刚见到我们之后 每一次都是 每次来学校 在很远见我 或者见到Miss Merlina 她都说Miss Lou Miss Merlina 然后走过来给你一个大胸心 从一出生开始 就接受肝细胞移植 到后来接受各种 抗排斥药物的治疗 从深切治疗病房 到正常的家庭生活 已经四岁多的Justin 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奇迹 见到他现在这么开心 这么活泼 我真的很感谢儿童医院 所有的医务人员 以及所有支持儿童医院的 善长人庸 去帮助我们的未来